大家好,我是兰兰 中午吃完饭呢,我就出来散步 累了就坐点歇会儿 我前面呢,有一颗玉兰花 开花了,因为它正对着阳光 其他的还没有开 但已经出花孤独了 春天呀,人们有的说啊 容易抑郁 心情时好时坏 但是你出来走走啊 接触一下大自然,立刻心情就好了 尤其在阳光照射下 舒服 中午这儿也没什么人 很多人呢都说啊,兰兰 你们家就你一人出镜 就你一人叨叨叨的 你让他们都出镜,你的粉丝长得还得快 人家都有工作,人家上班 人家不止着自媒体 说实话,我刚开始拍自媒体 我也是拿它玩 后来坐着坐着啊 好嘛,就跟职业了似的 到点你要不发个视频吧 就觉得这一天骂过不去似的 想抽身都难了 今儿跟大家聊聊什么呀 聊聊退休金吧 今天3月3号你们看着啊 平台会有很多人发关于退休金的 为什么?因为啊 平台 号召我们讲讲退休金 退休金 每个人 多少钱都干什么纸了 你自愿说 那我也说说 我以前说过退休金不高 每年涨 去年涨5% 涨了180% 今年估计还是200%左右 加起来也不到4000块钱 有人说北京退休金哪有那么低啊 就那么低 是吧 可能有的人还比我还低呢 我挺知足的 那天我去道安村买点心 有一对老年夫妇 看上去吧 得有80岁了 那个老人家有一个老太太啊 那背都直不起来 她的那车上 就在那道安村的点心那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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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转呀转呀 就是不买 然后最后说 走到我身边的时候就说 哎呀 我们都没吃过 我们想去医院看病人 买个好吃啊 到最后她也没买 那我怎么说呀 是吧 我也不知道你能承受多少价位的 我怎么好给人选择呀 后来看着特别可怜 北京人啊 听那话音就是老北京啊 居然没吃过道安村的点心 你想想她的腿油筋能高吗 又要看病啊 又要日常的开销 这哈 你在这个有点这种哈 亲属啊 朋友这种往来 那有的还有那些80后啃老啊 有的老人还要 哎 或者给孩子还房贷 我们楼里边就有 哎呦 那老太太一见我头发全白了 也没多大岁数 告诉我那个儿子还房贷 我还得给儿子看孙子 天天累的呀 底层的老百姓真不容易 当然挣的多了 人家退休金挣个一两万的 有大有人在 是吧 那人家的生活花也花不完的 可是还是穷人偏多是吧 反正我的退休金呢 我四年了退休 没取过 嗯 爷爷攒了不少了 我准备我闺女结婚 我都给他们 我一分都不留 我全给我闺女 有的人说了 哎呀 你该为自己活了哈 退休了 你都爱自己吧 别爱这爱那个的了哈 对自己好一点 给自己买点衣服哈 买点好吃的 出去吃一顿 吃什么呀 孙女大了 你还能吃什么呀 吃多了 吃一身病 穿 也是负担 浪费时间 是不是 有那工作还上公园转着呢 我不太爱逛商场 从小都不爱逛商场 挺好 我挺知足 别看我退休金不高 但我特别知足 而且我愿意哈 牺牲奉献 虽然我嘴不好 但我都干了 你要真是说让我哈 花给自己身上哈 也不是花不起 但是就觉得 不行 就是舍不得 我也不知道这是优点还是缺点 这样也挺好的 不愁吃不愁喝 是吧 然后 我觉得我穿衣服 也有的穿也还行哈 行了呗 吃足常乐 是不是 你们的退休金都给谁花了 哎 现在的生活多好 想吃什么就买什么 是吧 想吃什么你就能有 你到外边吃不也是这些吗 你想吃外边那些 西点你自己都可以做 想吃那些鸡鸭鱼肉 你自己也会做 自己做的比外边好吃多了 干嘛飞上外边打吃打喝去 让人家把那份钱挣了 而且在外边吃东西 我觉得吃到嘴里全凉的 不舒服 真不如自己家做的可口 自己做惯了的饭 吃着可口 到外边挖 做软了做硬了 我上外边吃没觉得怎么着 花好几百吃西餐 真没觉得怎么着 行 今天聊聊我的退休金干什么了 就干这个 给我闺女花 有人跟我一样吗 拜拜 请点赞关注哦